因为过程安不安全 也得进入我的 母亲怀胎有多辛苦 透过游戏体验让年轻人感受 马来西亚雪龙慈青 趁着浩瀚父母恩音乐手与舞台 巨异引起人举办读书会 怀胎体验是流程之一 只是一个气球装着水 然后当时我走路的时候 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水在 上下上下的 我就会很怕 我就想要走慢一点 希望它平稳一点 我是站在说 这个气球是我的孩子 然后我会怕说 因为我走路太大 不太出路 所以它就会受到影响 肚子鼓鼓的 衣服里装的是水球 行径间不变 另外体验活动还包括 让慈青模拟育婴一周 下车的时候我就 我就另有一些事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 中学啊小学啊 就父母妈妈 尤其是妈妈迟到来待我 我就会对她画大小画皮细这样 然后其实我在想去 我就不再觉得 妈妈真的是 就是她把她的所有时间 都是画在孩子身上 然后我为了续续的 方便有15分钟 我还最好大小画皮细这样 为子女付出的心 远远超过想象 因为入京葬 年轻人开始了解 父母的用心 哇 这个妈妈很漂亮的耶 这才也很好对不对 可是你对比之下 妈妈的体态 亲民 放生态态 每个妈妈 其实都会愿意这样做 之前我是个非常任性的人 然后就是 就觉得爱我 心我素 我想怎样就怎样 反正我的人是我的身体 什么一大堆纹的一大堆纹身 所以对我来讲是 哦 没有关系 可是我妈很不开心 然后她十月怀胎 所以看到可以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十月的那个痛 痛的领过来觉得 就是原来这个生命不是自己的 是父母给你的才会有的生命 这家真的是在那个生产室 那个产业房 产业房我太太做了 就是生了孩子以后 地上真的有这一堆血 行善行孝不能等 年轻人深入佛典 把经典意涵 从字里行间画作实际感受 大家新闻真善美志工 黄伟杰黄昭祥 马来西亚报道 啊